在前几期的视频中 我们简单分析了 魏寒两国在南洋之地的地缘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一起去了解一下 魏照两国在河内又有哪些地缘博弈 在此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 所谓的河内又是什么情况 关于河内这个地缘概念 最早指的是 以朝各为中心 北至安阳乃至星象的这一区域 也就是上王市的直接控制区 和后来魏国的核心区域 再后来 魏国人将他们在河北平原所控制的土地 都称之为河内 现在这个概念 甚至被扩展为整个河北平原的名称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古人的地理概念经常是比较混乱的 这也让很多喜欢在古籍中 寻找依据的人感到头疼 不过 关于河内的概念 到底怎么算 没有必要去深究 我们只需要知道 从地理单元的划分来看 我们所要分析的这片区域 是位于南洋之地的北侧 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就行了 在这一区域中 已经没有韩国什么事了 魏照两国成为了舞台上的主角 如果要分析魏照两国 在河北平原的势力范围 有两个诚意 相信可以作为大家所熟知的地标 一个是邯郸 另一个就是业 前者之所以为大家所熟知 是因为邯郸之谜 一直叫了2000多年 直到现在 仍然是河北省的重要城市 而在战国时期 邯郸城 则是以照顾都城的形象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其实 邯郸城在三家分镜之前 就已经是赵氏在华北平原的重要据点了 公元前497年 据此赵氏小宗 邯郸市 曾经联合靖国六亲宗的范氏 中杭氏 进攻进阳城的赵氏大宗 战争的结果是 赵氏联合了智 魏 韩 三家 反过来 灭掉了范氏 中杭氏 并经理了门户 而叶的名记 则要到三国时 才达到顶峰 对三国演义有所了解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曹操驻统却台的事 这座被传为准备索尔桥的高台 就是驻于叶城 不过在叶地驻城 曹操肯定不是第一个 因为在战国时期 魏国就已经在此处省了 而叶之所以能够名留青史 除了曹操以外 内部在战国初期 被魏国派驻于叶城的西门豹 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西门豹之叶的故事 相信我们在小学课本中 就已经书读过了 现在叶城固执 属于河北省临张县所下 位置在张河以北 不过在战国时期 它却是在张水隐南 迁移的并非是陕翼的绝对位置 而是张水的河道 在平原地区流淌的河流 都是这样的 总是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地改道 而这条有上党高地中的清卓凉水 共同汇集而成的张水 就是赵卫两国 在河北平原之上的地缘分割线 也就是说叶城是魏国的编毅 在如此重要的地区 肯定是要派驻一位铁腕人物 才能压得住正脚 那几位巫婆长老 被丢到张水里去喂鱼 也是活该倒霉了 当然 西门豹之夜的成功 绝不是仅仅破除了 《风险迷信》这么简单 它对于张河两岸的魏国土地 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是开挖了12条水渠 使得农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 为魏国稳定的边境 对于像张水这样 大流量的河流来说 从来都是让人又爱又恨的 爱它是因为 需要依靠它来灌溉农田 恨它是因为 总是要防备洪水的侵扰 而能够更好控制河流的族群 就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当年因治水 而成为天下共主的大羽 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战国时期 由于诸侯之间的土地兼并 越来越厉害 各地理单元 往往能够独立控制在一个政治体手中 这也为水利工程的建设 提供了可能 除了挖区域棺盖农田以外 驻霸以防洪水侵袭 也成为了常态 魏国有没有在张水南岸驻地 我们不得而知 但赵国肯定是在张水北岸 又将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了 当战国列强之间的战争 欲演欲劣时 原有的以成义为中心 控制国土的战略 已经不适合地缘结构的变化了 各诸侯国之间 都开始不得不控制道路 以保证自己的国土 免受敌国的性功 理论上 如果你所处的地理单元 是群山环绕的话 那么你在那些穿险于山谷的要道中 构筑一道关爱就可以了 不过有时候 你并不能保证 那些常用的道路周边 有没有可能开辟出新的道路 因此呢 依托地形 构筑一道连居的城墙 就成为了最保险的防御方案了 这种防御体系 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长城 在我们的印象中 长城 一般都是修建于山脉的分水岭上的 的确 依托山市构筑长城 是最为常见的方式 这种类型的长城 不仅能够全面地切断敌军的进攻路线 更能够成为各个爱口 驻军的交通线 问题是 当诸侯们也希望用长城 来保卫他们在华北天之上的国土时 他们就不能指望借助山市了 这个时候 他们只有将目光 投向另一种显著的地理特征 河流 河流作为大平原地区的地缘分割线 是很好理解的 毕竟 这些河流的存在 影响了河流两岸的地缘沟通 为两岸出现不同的地缘文化和政治体 提供了可能 而镇武里无法全面地考虑到 沙脉中小路的存在一样 在长用的渡口以外 也存在一些可供临时使用的渡口 因此 沿着地缘分割线的大江大河构筑长城 沿着的朱侯们觉得光平河流无法保证自身安全的时候 他们发现 自己先嫌为防洪水而沿河所住的堤坝 便是天然的长城 只要稍加改造 就可以达到防御的作用 而且 这种灵水的长城 与那些城墙外有互称河的神移 具有同等的防御力 是谁先想到这个一物多用的点子 我们并不知道 不过 燕 其 赵 卫等国 都曾经用过这种方法 来打造自己的防御体系 只不过 河流的分割作用 毕竟要远低于山脉 而华北平原作为一个大的地理单元 最终被统一在一个政治体制内 是大势所需 因此 在秦国吞兵六国之后 这些纵横于华北平原之上的河堤长城 也都被拆除了 而在随后的历史中 能够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长城 就是那些万语以农牧分界线上 大舵一山而建的长城 赵国 沿张水一线构筑长城 已经是战国中期的事情了 而在此之前呢 魏赵两国 在河北平原 虽然大致以张水为地缘分割线 但赵国却有一块特殊的土地 衍生到了张水隐南 让魏国如梗在喉 最终 魏国不得不 以放弃在太原盆地的据点为大家 换得了这块土地的控制权 这片土地 就是我们分析的对象 中墓 中墓这个地名 对河南的人来说 应该是不会陌生 这是位于郑州和开封两市中间的 一个县级单位 不过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墓 并不是在河南 而是在河北 请大家注意 这里所说的河南河北 并不是现有的行政概念 而是一个真正的方位划分 即黄河之南和黄河之北 无论是按现在的黄河走向 还是先行的河水流向 中墓都是在河北平原之上的 之所以要将中墓单独拉出来解读 主要是因为赵国 在从太原盆地进养 先都河北平原的涵当之前 曾经还有一个都城 就是中墓 而相比于赵国的其他两个都城 中墓的名气要小得多 以至于直到现在 关于它的具体位置 还能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不过我们可以从史料中 分析出中墓的大致位置 即位于邯淡的南面 是深龙卫地的一块图书部分 另外旁边有山 明月木山 按照这样一个方位 以及古代某些文人的推理 现在有专家推断出 赵路中墓的位置 应当是在河南省 赫碧市的西面 大家也可以在诸多的民间 占过地图中 看到赵卫两国 在河北平原的交界处 赵国有个突出部 在魏国境内 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 是否有优越的防御力 是必须优先考虑的 如果不能将都城 建于自己的府地当中 那么是否有足够好的地形 可以依靠 就更为重要了 就中墓的情况来看 当初赵国得到中墓 是因为在自家联手 消购范市中行市之后 所瓜分得到的范市土地 而赵国失去对中墓的控制权 则是在公元前361年 卫照异地之后 也就是说 在长达130多年的时间内 赵国都一直能够保持对中墓的控制权 当我们从防御的角度 仔细观察河北西位置的话 就会发现 赵国如果在这里建筑的话 即使能够西靠太行山 但他们在面对东面和南面 两个方向的卫国控制区时 是基本没有防御能力的 另外 如果在河北地区建筑 赵国如何将中墓与寒郸 及其以北地区连接起来 也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说 在战国初期 三进之间的领土 互相穿插交错 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但如果是处在对方 完全包围的非地中间度 其风险 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其实 只要我们将视线 从河北市西面 再稍稍地 再西转移一点 并结合地形图 就会发现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理单元 灵州盆地 而这个位于 太行山东路的小型盆地 才是真正的中墓所在 顾名思义呢 灵州盆地 现在的行政中心 是叫灵州市 而之所以说 这个盆地比较特别 是因为它的地理结构 一般而言 山脉两侧的海拔 都是逐渐下降的 也就是成坡壮 孤渡到平原 而位于灵州的 这一段太行山主脉 在分水岭的东侧 却陡然地开始下沉 在形成一块平原之后 再继续向东 延续它的山势 也就是说 灵州地区 实际上可以看作 太行山中的一块盆地 而由于灵州盆地 位于太行山的东路 因此它东侧的山势 要远低于西涩 这种地理结构 使得灵州盆地 与河北平原 乃至中原的沟通 都比山西高原的交通 要通畅许多 而盆地的构造 又让占据它的政治体 能够依托山势 经历足够的防御体系 赵国监督中墓 是在公元前425年 应该说 像所有的诸侯一样 赵国也非常希望 在华北平原 开拓自己的领地 因此赵氏 才会在瓜分范式土地时 拿到中墓一意 而赵氏想象中墓的 另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们在张水一北 已经有了邯郸这个据点 如果顺利的话 赵氏可以以邯郸中墓为据点 向张水一南的平原地带推行 最终将所有的卫国固地 跨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过 就算赵国有自己的想法 但也必须考虑到 其他两家的存在 如果赵国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三季之中的卫国 在河北平原 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而事实上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战国贤期 占据了河东之地的卫国 才更像是晋国的继承人 实力 不仅在三季之中居首 在整个战国诸雄中 也是最强的国家 即使不考虑实力对比 按照公平原则 瓜分晋国就底 卫国也不可能 不分得自己的份额 因此 张水一南的河北平原 是卫国所签订的势力范围 对赵国来说 在战国初期定度中墓 更为重要的原因 是出于战略防御方面的考虑 因为即使不考虑 卫国相比扩张的欲望 河东河流的仙渝人 也是赵人所不得不面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 邯郸城的防御力 就不如中墓了 不过赵国最后 还是在公元前386年 将都城迁往了邯郸 之所以这样做呢 一是因为 卫国已经稳定了 他们在张水一南的控制区 而韩国也已经在上浪高地 取得了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 中墓的位置 实际上已经近乎陷入了 全包围之中 仅凭有限的通道 与赵国的其他地区相连 而是中山国 已经被卫国所灭 而赵国的判断是 卫国无法长期地越过赵国 来保有对中山国故地的控制 也就是说中山国的遗产 最终还是要由赵国来接收 事实也的确如此 中山国在赵国 迁都后不久复国了 而后 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中山国 最终还是亡于赵人之手 既然周墓相四周 已经没有扩张的余地了 那么赵国将都城 迁往更有扩张潜力 也经营更久的邯郸 也就实属必然了 进攻与防御 永远都是一对矛盾体 就像明朝的永乐皇帝 将都城迁于北京 固然是有利于向北扩张 并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 稳定北部边境 但就都城本身的安全而言 始终是减少了安全系数的 迁都30年以后的赵国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教训 公元前353年 邯郸城被魏国攻陷 两年之后 魏国虽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将邯郸还给了赵国 并崇敬与赵人达成了联盟 但都城被攻破的情景 还是让赵人 深深地为邯郸城的防御力而担忧 而他们所想到的办法 就是驻长城 公元前333年 连张水一线与河地位基础的赵南长城 为赵国南极的安全 提供了技术保障 也正式将魏赵两国的地缘分割线 定位于张水 这条地缘分割线 现在甚至大致成为 河南河北两省的行政分割线 其实 邯郸城对魏国攻破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缘原因 就是在此之前 赵国的救度中墓 已经被交换给了魏国 鉴于中墓 已经深陷魏韩两国的包围之中 没有战略众生可言 这种交换是可以理解的 而赵国所得到的徒弟 我们在前一期视频中 魏韩一帝已经提过了 就是魏国在太原盆地东边缘的两个沉翼 女子和杨翼 这笔交易 对魏赵双方来说都是合适的 赵国因此稳定了 他们在太原盆地的控制权 而魏国 消除了张水一南地区的地缘隐患 只是如果中墓 不被交换给魏国的话 魏军在必须考虑 侧翼安全的情况下 是否能够攻破邯郸就成问题了 只能说 无论是中墓被交换给魏国 还是魏国最终不得不退出邯郸 都意味着 在两个同等实力的国家之间 必要的地缘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期 我们将继续来了解 中墓和邯郸两地 是如何与赵国 在山西高原北部的大本营沟通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大家多多点赞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